今晚就會上演周濟國家盃決賽 由智利對德國 亦會有人覺得我是時候要預測一下賽事 講到決賽當然一定會講一講 不過作為德國來說究竟他們的戰意是怎樣的呢 我們記得在分組賽的時候 德國是故意出了一個很奇怪的陣式 去對智利 相信都是不想讓坊間看到 他會用什麼方法去對智利的 那場賽事他三個前面的進攻點來講 速度都是欠逢 沒有上到的確可以打 這個是穩守反擊的速度型前鋒天武雲娜 上了哥尼茲卡 是史端道 還有是迪斯拿這個隊長 基本上速度上是沒有辦法牽制到智利 那場賽事 踢得辛苦的 但是他們都有辦法就是迫和到智利 去到決賽如果繼續這樣打的當然是會死 那如果路維是想贏的話 其實只需要出隊的雲娜史端道 然後兩個前面 用這個就是隊長的迪斯拿做超級連結人 那後面是老敵也好 安利簡恩也好 最緊要是哥尼茲卡 那三中堅 跟對方打這個是假對攻 基本上呢 就用上一場賽事 在四強那裡對著墨西哥那種套路呢 是贏的我覺得是 那但是如果路維是想考驗一下 這幫年輕人之餘 又不想露底呢 又不想被坊間看到 原來他用這種方法就贏眼智利的 他可以怎樣做呢 他有選擇的哦 那如果他用回呢 就是叫做4-4-1-1 或者叫做4-2-3-1這樣的方法 踢主攻的話呢 當然就可以考驗到這幫年輕人啦 如果他踢主攻 是有機會攻不進 這個是智利的哦 那個陣容來講呢 最佳的主攻陣式呢 就可以叫做前面呢 是賀芬咸的韋娜啦 那就進攻中場 或者影子前方的史端道 那那迪斯拿可以跟他調一下位的 那迪斯拿就相信要做禁區 等於停波那個人啦 那布蘭特這個 這個你說古信的是逆風呢 那也都可以踢右邊做這個六頁插入 哥利茲卡、安利簡恩兩個房中啦 那後面就四個呢 就是可能是蘇爾、魯迪加 或者梅斯達菲 那兩隻閘我相信都是鐵膽的啦 亨達和金美智的 那我說過了 那這樣打的話呢 因為那個禁區頂停波的 迪斯拿的 是那個數字還沒有去到很頂峰呢 那就是韋娜這個支點還要觀察啦 那所以呢 在支停策的理論上面呢 他們不會說做得那麼好的 那有機會是攻不入智利的哦 那所以就是說呢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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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想考驗對波就出 四個後衛 如果想贏呢 就出三中堅 踢假對攻 那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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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下到泡 那所以呢 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四個後衛 踢主攻呢 你就可以買智利加一 如果呢 是出了三中堅 踢這個 損手反擊 假對攻呢 那就可以買德國啦 那講起德國呢 不如講上魯迪加的問題啦 那聽說他 踢完周制國家杯之後 那就會去倫敦看拆的 那隊球隊呢 那車路士 那車路士呢 就有傳他們是會賣走艾基 就賣魯迪加 那這個是什麼玩法呢 我真的的確不是很清楚 那艾基是進可攻退可守 可以打左閘 也可以打中堅 在搬利茅夫的入球數字 是令人滿意的 而且防守上面呢 是有潛質的 為什麼要賣走他呢 在技術層面上面 我覺得 艾基絕對在魯迪加之上 而魯迪加 我看他踢羅馬 我看他踢是德國國家隊的友誼賽 甚至這一屆的周制國家杯 我都見到兩個字 就是魯迪 技術不是那麼好 拿著那個球就害怕 荒失失 不知道應該交給誰 也都不太懂得用那個球 以今時今日的後衛來講 這些就已經是一般的了 不是很足夠的 有很多球隊是抗拒這些後衛的 因為你猜不到球上去 用不住球的話 又踢不到主攻 即使反擊也好 也都是魯莽解圍 那是沒有什麼用的 所以車路士如果放棄艾基 簽魯迪加一來一回 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賺不賺到錢 但是 理論上就不應該這樣做的 車路士一路他們那個轉換的策略 都是含糊不清 究竟是管理層說是 還是干地說是 到現在好像說干地搶回大權 在這個權力鬥爭的過程當中 的確浪費了很多時間 而身邊的例如萬城 這些球隊 都逐步傳出有新的球員加盟 利物浦其實都簽了沙拉 在前四球隊來講 車路士的引緩 真是有些慢 很多車路士的球迷在我留言 或者inbox我都說 他說見到車路士現在的情況 他有些想死 有些很失望 有些在哭口 我都跟他說的 如果車路士今年的轉會 是有些很奇怪的出現的話 就更加進一步是會 毒害了他們的成績 盡早是有心去準備 不要等到真是失望 反而更加好 近期就收到很多好兄弟的查詢 就問一下 AC米蘭是否會復興呢 因為他們簽了很多人 包括來自波濤的葡萄牙前方 AC華也說 現在在俄羅斯還在打州制國家盃 也有不錯表現的球員 另外還有瑞士的左後衛 在和夫斯堡加盟的洛迪古斯 這個人在歐洲國家盃的時候 表現得已經很不錯 我都說過了 應該要有多些豪門向他招手 結果現在AC米蘭成為了新的東加 也在維拉里爾買了 阿根廷的中堅份子梅沙斯奧 後面來說看來成了型 如果留到兩個意大利的門將 和中堅的Wonderkid 所以現在最關鍵的位置 就是他們究竟前場的配搭是如何 究竟是打主攻還是反擊 而近期也有個消息 就說希望以2400萬歐元 收購土耳其的進攻中場 也來自利華古信的球員 查漢尼股 如果簽到這個球員的話 看來他們是銳意想 轉換進攻策略 因為我們多次見到 今季或者上一季 因為AC米蘭在二甲的演出 很多時候都是踢運手反擊 就靠蘇蘇和迪路菲奧 其實簽什麼人都好 都不夠賣走迪路菲奧好 巴塞那邊有苦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巴塞會方知不知了 不過最大的得益者 當然就是AC米蘭 沒有了迪路菲奧 明顯他們是少了一個毒瘤 如果要轉主攻的話 都舒服很多的 聽說他們連蘇素也想掉 都掉走了 不過呢 掉走蘇素這個意圖 可能我覺得就不是那麼好的 除非你再買多個速度型的翼鋒 因為關乎現在AC米蘭的速度型的球員 就不是說那麼多 蘇素都叫其中一個 可以試下做綠葉的球員 雖然他都有上腳的情況 不過他的情況沒有迪路菲奧那麼嚴重的 那麼如果加上一個AMC 這個土耳其進攻中場 再配上支點前方 AC華葡萄牙球員 加上蘇素 再找多一個就是綠葉分子的話 相信這個四個進攻點的主攻陣式 就成了形了 那麼後面來說 如果都叫穩陣的話 相信AC米蘭未來在二甲的這幾季 都是令人期待的 那麼下年會不會那麼快就可以挑戰到祖雲的位置 我相信難一點 但是如果他們用一個主攻的方法 在二甲就不是那麼大的阻力的話 有機會是盡快在這個未來的17-18年球季 就衝上前三 就穩固拿到歐聯的位置 而這些球員如果踢到歐聯 進步會好很多 那麼加上再去到下一季 如果他們也都是繼續有錢的話 是可以買到更加好的球員去衝這個歐聯的 那麼如果買到好的球員 即使衝不到歐聯也好 其實就會威脅到祖雲達斯 祖雲達斯來說 如果他們今季是留到戴巴拿的話 我們相信在二甲不會有什麼問題 一樣是繼續一枝獨秀 但是戴巴拿會留多久呢 這個就是關鍵了 如果在2018年世界盃之後戴巴拿就走 也就是說是下一季季尾 戴巴拿如果是離開的話 祖雲達斯的實力就一定會大大下降 也都會威脅了他們那個主攻的能力 那麼如果A.C.米蘭有主攻力 而祖雲達斯沒有的話 在那一段時間 例如是18至19年的二甲就有得鬥的了 那麼所以A.C.米蘭呢 希望他們努力吧 就不要一季就沒有了影了 去到下一季 希望這個華人的老闆繼續科水 令到他們可以繼續壯大 那麼就等到我們這一班 就是80後的 也都是看二甲的球迷來講 可以見回這一隊是紅黑席姦的冰團 是有個更加好的成績 甚至在歐聯上面 是再次見到他們的身影